南蒙古的大蒙古 为了表示诚意 他们对方派出了轿子来接我们 你看这个晃得 这个台的人不行啊 他在考验咱们的蒙古 我们到工作的地方了 今天是来砍一砍 我们南蒙古不仅仅是全是大串 还有可以种土豆马铃薯的地方 可能我们那不太适合 但他们正适合 气候还有土质都适合 所以有土豆的调子 这是储仓 储仓库 是土豆的味道 这存了多少吨啊 下面的葵油这么多 发霉了他是 没有 为什么 我们再往村子里面走 在扶贫路上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到了 没有这样去 在玩里是负带是吧 看不到大家留言 就很奇怪 那咱们就跟我们两个粉丝 聊一聊 简单给电了 我们建设面积是2000平方米 然后咱们储存能力呢 就在3000吨 现在已经完成了 今天我们都已经出户了 哦 这个放到哪里 现在他们这个 他们自传的 自传的 保存之后每个季节 都可以从这就运输出去了 不过在 或者直接在地里的话 可能会冻了 对对 能否问一下 咱们现在的土豆的 从这个出货价格 一般在多少 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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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现在的这个V7 比那个CC6 7毛多 现在像这个222 现在是7毛 也就是平均7毛钱左右 基本上都是 7毛钱左右 好多 当然 可以给CC6 7毛钱 对 这土豆是带奶味的 对 这来自那帮土的土豆 哈哈哈 这两个买这两个牛 二年才给我压了四个毛鱼 对 其实也很给力 哈哈 这一个毛鱼竹是卖的 一万三四 一万四 对今年的牛价是非常高的 对我做的是 新疆大教授 哦 哦 在北京医院 也只有两个半月 两个半月 这不是怎么发生的 对 没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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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养职 所以 从不不必的地方 没有看过 我有个人说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看 他那个 他还没摆过 对 我应该今天过来 给您带了一点小礼物 还有养的 对 没有猫 没有猫 哈哈哈哈 你会有爱心 除了羊之外 还有狗狗 还有猫 刚刚那两只猫 从那儿呢 对 挺挺挺的 这个到了我们村子座 大家能够看得到 这有一个 我们叫猫冬雅 哦 是吧 猫冬雅 是吧 猫冬雅 是吧 哦 哦 猫冬雅 猫是液体 哈哈哈 嗯 老伴没了 就一个 他都在外面大屋 现在啥没油 啥没油了 哈哈 我只要人的 我这就是 就干 一个人牛羊都没问题了 他就70岁了 嗯 70了 那70了 嗯 哈哈哈 就得干 呆子还呆不住呢 脚就得干 这只要 大爷小腰小 也这么大 哦 各人太多 人家把那儿干 啊 封围会集合了 应该够了 因为我们这儿 这个 木户啊 互相之间挨得 特别远 所以 用这个喇叭 他也用不到啊 哈哈哈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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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